第六百二十一集 淘汰在阶段 着实是死伤了太多人 大赛组委会 也承担了不小的压力 对裁判的要求也就严格了很多 日月战队的青年点了点头 我叫石新 记住我的名字 或许他会伴随你一身 说着他转身就朝着 几方场地的边缘走去 王东尔皱了皱眉 向裁判道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不知所谓吗 裁判嘴角牵动了一下 去准备比赛吧 比赛是要扣实力的 不是斗嘴的 王东尔淡淡地道 不要偏他 不然你会后悔的 裁判呆了呆 他在淘汰赛阶段 也主持了不少比赛 但要说碰到胆敢威胁裁判的 这绝对是是第一个呀 这小子也太彪悍了吧 王东尔刚要转身 走向几方那边 却看到对面场边 有人在向自己挥手 可不正是那孟红尘吗 王东尔有些无奈地看了他眼 也向他挥了下手 然后才朝着几方比赛 边缘的方向走去 孟红尘顿时激动了 向身边的孟红尘道 哥 你看见没有 他也向我挥手了呢 你看他那一脸无奈的样子 显然是不想和我们敌对的呀 等这次比赛结束后 无论如何 也要将他争取到咱们学院来 那样 我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了 闭嘴 你这个花痴 我受告你了 离开给我回位子 坐好 我们红尘家族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孟红尘嘀声咆哮着 王冬尔转身 向几方这边走来的时候 正好和台下战区中的霍玉浩 目光相对 霍玉浩的眼神此时很冰冷 似乎整个人 都进入到了另一种状态似的 向他比了个手势 王冬尔轻轻地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一直走到比赛台边缘 他才转过身来 但也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就看到裁判 那代表比赛开始的手臂 已经落了下来 偏袒需要做得这么明显吗 王冬尔秀眉微皱 却并没有急着前冲 眼中光芒一闪 两片绚丽夺目的池翼 已经从背后伸展了开来 举大的蓝色池翼 覆盖了他整个背后 同时也将他整个人 都渲染上了一层 瑰丽的蓝金色 光明女神蝶翼翼上 那一个个金色光斑 此时就像活了过来似的 浓浓的光明气息 瞬间升腾而起 烧心发动的 反而是对面代表日月战队 出场的石星 他一步跨出 人就已经冲了出来 与此同时 背后一双浑岛飞行器 池翼骤然展开 只是两步加速 伴随着整个人的高高跃起 人就已经到了空中 四道夺目的白光 从那飞行浑岛器 池翼上喷波而出 推动着他的身体 宛如一颗流星般 骤然升空 升空的同时 已发赤红色的四级高爆弹 已经朝着王冬儿这边 轰了过来 和上一届比赛一样 这一届比赛中 浑岛师也同样不允许 使用任何定装浑岛器 这四级高爆弹浑岛器 在四级浑岛器中的地位 和奶瓶差不多 威力极大 但蓄力时间也较长 这石星能够在一边 控制飞行浑岛器升空的同时 还这么快 就释放出一枚浑岛高爆弹 在浑岛器使用方面的能力 已经是相当不俗了 王冬儿不屑地撇了撇嘴 背后双翼轻轻一拍 也同样是升空而起 霍宇浩肯答应他第一个出场 和他会飞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这之前的淘汰赛中 浑岛师宗门和学院获胜的比例很高 就是因为这次大赛的新规则 浑岛师凭借着飞行浑岛器 在空中的优势太明显了 王冬儿此时就像是一枚进士一般 笔直升空而起 但诡异的一幕也随之出现了 那枚四级高爆弹 在空中竟然调转了方向 直奔他追了过来 带有追踪能力的高爆弹 那就不是四级的了 可为什么看上去威士和四级差不多 唐门戴战区中霍与号大闹钟 正在高速计算着 这一轮比赛对于唐门来说 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个上场的又是王冬儿 他最怕的就是自己关心责乱 不能保持冷静的指挥比赛 因此就在他刚才闭着眼睛的时候 其实是施展了一个传承于死灵圣法神 王灵天在伊莱克斯的王灵魔法 名叫王灵寂灭之心 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进入一种奇特的冷静状态 将感知的敏锐程度大幅度提升 唯一的缺陷就在于 施展了王灵寂灭之心后 他整个人在一天时间内将不会出现任何感情波动 只会以最为理智的方式来思考问题 第二魂环光芒闪耀 一团金光从王冬儿背后的迟疑光斑中点射而出 瞬间就迎上了空中的高爆弹 剧烈的轰鸣声中 半空中顿时亮集团直径超过十米的炽热红光 强烈的冲击波令整个比赛台上空 大面积的空气都扭曲了起来 果然是无奇的高爆弹 这已经是接近六级魂道气攻击的威力了 哪个石星不简单呢 石星释放出的只有五个魂环 而且只是两黄三子 和王冬儿释放出的两黄两子两黑最佳魂环配比 魂帝级别的实力 主使是相差甚远 但是他既然能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释放出一颗五级追踪高爆弹 那么他的魂力修为就算还是五环层次 恐怕距离六环也不远了 强烈的冲击波还是波及到了王冬儿一些 令他的身体向上一冲 而另一边又是三枚高爆弹 也是呼响而来 在空中呈现为品质型 正好封住了王冬儿向上的全部方位 王冬儿没有急于上冲 更没有硬拼 身体向下一沉 背后痴疑一收 人就已经降了下去 但那高爆弹乃是带有追踪效果的 立刻就从空中向他追了过来 而王冬儿对自己的下降 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 笔直的就向地面冲了下去 而他俯冲的方位 竟然是裁判所在的地方 一边下冲 他还一边喊道 裁判小心快躲开 裁判也是大吃一惊 这只是寻魂赛 当然不可能派太强的魂师作为执法裁判 他是七环魂胜级别的强者 那也受不了三枚高爆弹的铜石爆炸呀 这唐门的家伙要干什么呀 难道要和我同归于尽吗 裁判大惊失色之下 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身形一闪就已经在几十米之外 竟然是闽公系的战魂师 王秋尔却是没有半分要放过他的意思 这一展开 一个美妙的滑翔就朝着裁判追了过去 主席台上 徐天然淡淡的道 这场比赛结束后 剥夺那个裁判继续执法的资格 平邦也要看看情况 在这万众瞩目的情况下 只会让帝国丢脸 真是个傻蛋 是 橘子眼中冷光闪过 而此时 他脑海中却浮现出当年 他和王冬儿一起为霍玉号智商时的情景 他应该已经知道 他是女孩子了吧 他们 他们在一起了吗 一想到这里 橘子的心情就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橘子 你的手 怎么这么凉 徐天然疑惑地问道 橘子心头一紧 赶忙道 比赛太精彩了 或许是因为我有点紧张吧 徐天然微笑着 你不会是看上了唐门那个青年吧 他确实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 就算我没有不良于行 也是自贪服辱啊 橘子时笑道 殿下 您不是吃醋了吧 我也是男人 怎么就不能吃醋呢 他表面虽然在小 但眼底的光芒却很冷 作为一个不能人道的男人 在他内心之中 更加忌讳自己的女人不忠 哪怕只是思想上的也不行 不过橘子下一句话 就化解了他心中 刚刚生起的怒意 您能为我吃醋 我当然开心 这证明您在乎我 不过您和一个女人吃醋 那就没有必要了吧 女人 难道您看不出 那王东根本就是个女人吗 男人怎么可能长得那么好看呢 原来竟然是个女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您不是让我调查唐门吗 我的人通过观察之后 判断出来的 她不但是个女人 而且和那个霍宇浩 应该是一对 他们都住在一起 每天她照顾霍宇浩的起居呢 女人 她如果冠上女装 一定很美 徐天然难难地说着 但一边说着 她的眼神却骤人变得暴力起来 如果 如果我不是已经失去了男人的能力 那么 我竟会拥有多少个这样的美女 殿下 您抓疼我了 徐天然眼神一宁 这才恢复了正常 啊 对不起 橘子反握住她的手 没事 殿下 您不要想的太多了 咱们帝国科学那么发达 迟早能够治好您的腿伤 嗯 徐天然点了下头 看比赛吧 就在他们交谈的功夫 比赛场地中也骤然出现了变化 从空中俯冲而下的王冬儿 眼看就要到达地面 那位裁判则是飞速掉头就跑 七环浑身毕竟不是白叫的 哪怕是在飞行状态下 王冬儿想要追上他似乎都不容易 眼看地面已经近在眼前 王冬儿身形掉转 修长的双腿在地面上轻轻一点 就在背后三颗高爆弹 即将追上自己前的瞬间 猛然弹起 闪电般朝着空中飞去 轰轰轰 三声剧烈的轰鸣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响起 比赛台底面尽管有浑倒器加固 但也经受不住这等程度的剧烈爆炸 顿时金属碎片四散纷飞 强烈的冲击波几乎弥漫了整个比赛台 而那冲击波似乎也助推了王冬儿的身形 令他以更快的速度朝着空中升起 整个人身上都蒙着一层黄金色的光泽 丝毫没有被这些爆炸余波伤到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天空中一股恐怖的压迫力 骤然降临 在王冬儿带着三枚高爆弹 从听而见的时候 空中的石星自然也不会闲着 他前面的攻击 本来也只是打算牵制王冬儿 对于唐门众人 小红尘早就将自己研究的成果 告诉了自己的同伴们 王冬儿就是他们着重面对的强者 对于王冬儿修为提升到六环 他们也早就有所判断 连石星都没想到 自己只是第二轮高爆弹发射出去 就逼迫着王冬儿掉头跑开 魂倒尸与魂尸的战斗 距离是极为重要的 一旦拉开距离 那就是魂倒尸的天下了 石星当机立断 立刻收回了自己 原本想要继续压制王冬儿的其他魂倒器 一门火红色的重炮 被他扛上了尖头 这门重炮长约两米 口径足有三十公分 才一出现 就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炽热气息 它的整体是用赤阳铁锻造而成 核心法阵更是用赤水晶雕筑而成 以晶石作为核心法阵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有半点错误 必须要一起合成的完成 否则想要修改都是没办法的 因为晶石可没有金属那么好的延展性 伴随着石星魂力的权力注入 这门分明已经达到六级的赤火重炮 开始全面充能 当王冬尔掉头向上的时候 他已经接近充能完成的阶段 石星眼中流露着残忍的光芒 魂帝又怎样 我这赤火重炮的攻击力 就算是魂胜正面面对 都不敢硬碰 我看你如何闪躲 是有什么状况 就像她小伙面 是幺人产灵